市長剛剛一直提到合作這件事 您也舉例講到防疫 那其實您在副院長的時期 或者到市長的時期 在防疫這個部分 跟現在要參選的台北市的 這個參選人陳時中 有很多的互動 那如果就您剛剛對所謂市長 必須在比方說在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等等的這些 條件看來 您覺得現在的台北市 需要陳時中 或是陳時中如果選上台北市長 他會為台北市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就您對他個人的了解 他會是一個好市長 從我對他的了解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從防疫的角度來看 SARS就是一個最慘痛的經驗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和平醫院 公院 北市府跟中央 當時不同政黨 所以就會造成SARS 在和平醫院當時的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不管是我們在中央 或者是在地方 都絕少有這種政治對立 政治衝突 我覺得誰先挑起這種對立 其實都是很不應該 在100天的時間 一個人天天在那裡開記者會 我相信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而且也沒有口出惡言 這個很不容易的 是非常Nice 面對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從我們邊境的管制到口罩 甚至是到疫苗 到藥物 那我們台灣其實相對其他國家來講 我們的致死率 死亡率 其實相對來講都是比較低的 那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也不要說因為陳時中 整體的防疫團隊 我們都要給予肯定 就像我們在地方其實是很繁雜 防疫工作很繁雜 當然這就是考驗一個地方政府的效率 每一個人把每一個人的角色做好 這個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一個人 可以每天人在跟一千天的時間撐過來 幾乎是沒有禮拜天 每天晚上都是忙到10點 晚上12點以上 過年也都是在指揮中心 在台灣的政務官其實也很少看到EQ可以那麼高 然後做事情那麼精心也其實很少 我覺得對於防疫人員 不管是誰 我強調 就是要多給他們一點肯定 在這個防疫的工作 我講過嘛 這個是一個新興傳染病 大家沒有碰過 沒有人通天的本領 知道劇本未來會怎麼發展 對台灣其實已經很不簡單 應該給我們防疫人員多一點肯定 可是現在有一些批評是針對那個時候的疫苗採購 就是藍營這邊包括疫苗採購包括一些政策等等方面的批評 那您那個時候也是這個防疫中心這個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那陳時中就說他聽到這些批評覺得滿心寒的啦 滿心冷 那您聽到的時候又是什麼感覺呢 我是能理解說這些防疫的人員的辛苦啦 好像不管在中央啦 在地方其實也是一樣 地方 我們像我們有一個潘副局長 他到今天 從疫情開始到今天 那晚上是三點回家是正常的 是每天 沒有禮拜六沒有禮拜天 那疫情在五六月的時候高峰期 是晚上只是回去洗澡 或以其他時間眼睛睜開 一天睡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就是在做防疫工作 那像這種人 其實在各縣市政府 或者是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包括陳時中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給他們肯定 因為我見證了他們在台灣最困難的時候 他們做的犧牲也好 或者是他們的努力也好 不是在現場的人 我覺得這種批評 對他們來講都不公平 我真的要為防疫人員教區 當然包括陳時中 那疫苗是這樣 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 這個疾病怎麼演變 沒人知道 疫苗的研發也沒人知道 誰知道台灣能不能做出疫苗 誰知道美國在莫德納的疫苗 安全性沒有問題 或者是VNT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疫苗 你在那個時候是你有錢也買不到 對不對 更何況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擾 讓我們的疫苗的採購不順利 這個都是在當時一個客觀的事實 所以我們用現在說 這個疫情怎麼樣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不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都覺得是有一點over 因為不同的時空背景 因為這個背景差很多 因為那個時候像國光也在做疫苗 那高端也在做疫苗 誰能夠成功 對政府來講 只要有一家成功 對台灣都好 你總不能說這家有成功 這家沒有成功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那你就不做 所以問題就回來說 那國產的疫苗 到底要不要做 在那個時間點 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做一個決定說 那我們就買外國疫苗 國產疫苗不做 所以這個在這個策略上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防疫的所有的團隊 包括我們ACIP的成員 包括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都是以我們人民最大的利益做考量 所以我覺得防疫實在是這樣 像我也不會批評其他的縣市 做得怎麼樣 我自己就顧不服了 我知道要跟中央做什麼的合作 才是對人民有利 所以像我們在這次的防疫 我們包括施打戰 余美亭的打法 也是我們高雄先做 是 那我們抗病毒藥物開的比例 也大概都超過九十二趴 九十五趴以上 甚至還有當天都百分之百打 我們的這個服用我們的抗病 開力抗病毒藥物 所以我是相信說防疫的工作是我為人 人人人為我 是 其實彼此要多一點體諒 那以陳部長 大概疫情指揮中心 至少我看到他盡心盡力 可以說是這個 是最辛苦的一位 不過包括疫苗採購的合約 價錢等等的問題 現在包括陳時中 包括府院 這邊都有出來做一些澄清 但是您認為他 是不是還是會某個程度 影響到選情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其實大家可以冷靜 想當時疫情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是 我也相信民主 這個人民其實 假如能夠冷靜的想一下說 我們當時臺灣怎麼樣 來面對疫情的挑戰 怎麼樣在趕口罩 我們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 口罩國家隊 包括我們在整個防疫工作 包括居家簡易動員好幾萬人 我們大家努力在做 這個中間我們不能說 沒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指揮中心在指導 他也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 容我再講說 防疫一定會有缺點 就是問題是說你辦錯之後 你有沒有馬上做調整 看結果 這個到底我們的臺灣的防疫工作 做得好不好 我們要給一個整體的評價 是 這樣對所有的防疫人員 來講比較不公平 比較公平 對